前世 何夕为迎娶公主 将我这个发妻亲手毒死 这一世 我重生了 但性别难 抢先她一步考取状元 公主对我一见倾心 下嫁于我 大婚之日 何夕拽着我红了眼眶 别娶她 跟我回去好吧 我冷笑 好大的胆子 竟敢调戏上官 来人 拖下去打二十大板 一 我一睁眼 就听见小四的声音 少爷 你醒啦 我房里怎么会有男人 父亲最恨女人不真 我缩在床头瑟瑟发抖 谁想父亲进来就安慰我 三郎怎么了 可是这件蒲冲撞了你 三郎身体雷弱 又兼生了场大病 让你们好生伺候着 反倒将他吓糊涂了 要你们有何用 拖下去打死算了 我看着熟悉又陌生的父亲 意识到了什么 双手摸向了胸口 平的 我重生了 但性别难 前世 父亲生不出儿子 对我们几个女儿恨得牙痒痒 我出嫁后被和家撮磨致死 他也不管不顾 只说我命不好 现在我变成三郎了 他就这副面孔 生个病都要杀人几天 尽你的命 我还好得快些 我柔弱道 父亲 别急着打骂来扶 我这病得得不一般 怎说 昨晚 祖宗托梦骂你祭祀不成 这才降罪在我身上 我要想活命 须得父亲沐浴摘记七天才能好 父亲一脸心疼 我这就去给祖宗请不示 一粒米也进不得 你是我的命根子 只要你好好的 不要说粒米不进 就算是赴汤蹈火 也使得 父亲果然请了假 去祠堂跪了七天七夜 母亲姨娘们一送粥米 我就立马柔弱晕厥 愣是让他饿着肚子跪满了整整七天 我也是这才知道 这辈子的我有新名字 修鹤 顾修鹤 写在家谱镇中央 祖母说这是祖父和父亲翻了半个月的书 命人拿去青天间算过 才定下的家名 前世 他们管我叫卑奴 二 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 母亲却没有安排我任何伙计 我既不用在家中织布 又不像后来嫁了人 被婆婆使唤干下人的火 过上了两辈子最清闲的日子 这天我正在花园里闲逛 偶遇堂哥顾修萌 青天白日 他正调戏一个小丫鬟 正是我的贴身丫鬟小和 前世 顾修萌强要小和 害他投了紧 我找母亲哭诉 他叹了口气 你父亲有意过记他做四子 你日后出嫁了 还要靠他这个兄弟 不过一个丫鬟 算了 可怎么能算了 我上去就是一巴掌 顾修萌头也不敢抬 低声下气捂着脸问 弟弟何故打我 我如梦初醒 我现在是男的 我可以再极端一点 于是飞起一脚踹了过去 你胆子倒是大 竟敢调戏府里的丫鬟 管不好剩下二两肉 割了算了 父亲刚好下朝路过 顾修萌捂着当哭道 叔叔 好端端的 弟弟踹我命根子 我当场晕厥 你 你怎么凭空无人清白 父亲心疼地扶着我的胸口 我儿默契 默契 有什么事 慢慢说 他调戏丫鬟 顾修萌哀叫连天 一个丫鬟 至于吗 既是修贺的人 你也该闭点闲 父亲不轻不中鼠罗娃 又来劝我 不过是个女人 我心中有根线崩断了 不过是个女人 所以投了井无所谓 被婆嫁打死也无所谓 女人都是卑贱的 只有男人值钱 对吗 好好好 那我便用男人杀男人 堂哥不止强强我的丫鬟 还说我身体不好 是个短命鬼 这侯府迟早是他的 叫我实实物一点 顾修萌大惊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然而一巴掌已经落到了他的脸上 我父亲气得直发抖 我连你父亲早逝 把你当亲生儿子照顾 你却存了这心思 咒你弟弟早死 你推恶毒 这事果然闹大了 我父亲要跟顾修萌断亲 再不来往 祖母想从中迷缝 我便不住咳嗽 母亲哭天枪说我生病 是他下骨咒的 下骨倒是没查到 但我查出了他今年来 从我家库房偷东西 父亲追回了钱 将堂兄竹出了府 连夸我年少有为 还是修贺思虑周全 不然都被那畜生给骗了 他赶紧上表 景皇帝下旨 将我立为柿子 断了其他人的念想 于是 谁都可以踩上一脚的 顾家长女摇身一变 成了顾小侯爷 三 当晚 有人钻了我的被窝 我吓得尖叫 但被捂住了嘴 柿子爷 您别叫 您落实脑了 我 是小鹤的声音 我点起火烛 他拖得只剩键肚兜 捧着胸口瑟瑟发抖 虽然我俩没有什么没看过的 但我依旧正直地挪开了目光 你这是做什么 夫人让我来伺候公子 被送来做通访的丫头 若是被主子嫌弃 在下人堆里也抬不起头来 不是你的错 是我不能忍到 我体弱多病 你真要事情了 我恐怕一命归西 你若是觉得我这儿不错 便留下来 对外只倒是我的大丫鬟 过几年 年纪大了 我帮你寻门好亲 不嫁人也没事 我养你一辈子 只把你当妹妹看待 小和也是不哭了 泪眼朦胧地望着我 世子爷缘何待我这样好 傻瓜 因为我是你小姐呀 四 有小和的细心照顾 我的身体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这天 父亲来我房里 你线下身体也养好了些 是时候回学堂读书了 正在绣花的我戳破了指尖 什么 我 读书 我知道这有些为难你 但你也不能每日待在家中 像个妇道人家似的 做女工啊 你是我顾家的世子爷 传出去像什么话 前世 父亲不让我们姐妹几个念书 说女子无才便是德 可我嫁了状元郎 他却嫌我不识字 转眼便抬了个烟花女子进门 说她是个难得的才女 对她百般宠爱 我这才知道我被骗了 原来读书是件好事 你若是不想去 也无碍 在家里好好养养身子 我去 我当然去 凡是男人做的 我都要做 父亲走了关系 将我送进了太学 我如鸡四可 很快就从倒数第一 考到了首席 林家旭问我 你这么认真做什么 就算不考功名 你一个世子爷 也能能因习绝 在朝廷里讨分差事 搞得跟那些共生似的 做什么 我寄进了太学 当了学子 就该尽学子的本分 好好念书 这与我是谁 又有什么关系 林家旭嘟闹了去 真是个呆子 季九大人听说后 却说我是个真君子 我的美名 很快传遍了经中 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我只能说 一个老是本分的男人 在一群吃酒 玩牌 侠祭的同辈衬托下 实在太容易出头了 可惜我这还没高兴几天 何希进京了 人人都说她才高八斗 是状元之选 没错 她确实会当状元 还会被公主看上 赐我一碗毒酒 了却残生 所以这一时 我必不能让她如愿 五 何希是个白身 她考不上状元 自然就没法逾越龙门 所以 我得考过她 但我不是她的对手 好在 我知道谁比她更有才 我叫上林家旭 一道去天香楼 等闲的姑娘 顾小侯爷也瞧不上 妈妈你快把婴儿交出来 婴儿心气高 今儿才定了何大才子 何希转出屏风 彬彬有礼对我作一 久仰顾小侯爷之名 今日一见 果然风神俊朗 玉树临风 我看着她的脸 有一瞬间恍惚 何希早与花魁娘子来往 我在规格之中时并不知晓 还道她对我有情 婚后不久 她就把花魁带回了家 花魁娘子很有见地 为她谋算周全 只是最后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想到这里 我抽出张银票 倾泻地抽在她的脸上 一千金 何希受辱 脸账得通红 世子财明不在我之下 缘何只拿金银凑数 不如跟我对师 也算公平公正 我又抽出几张银票 往她头上淋下 两千金 公平公正 我做女人的时候 你可是可着劲欺负我呢 你有才 便要我陪你对师 你也配 脸目中传来清冷的声音 何观人 两千金的诗 你难道做不出来吗 何希到底不敢开罪我 世子新成 我成人之美 妈妈喜笑颜开地 将我送入花魁的房里 花魁高傲道 我不喜欢仗势七人之辈 世子爷还是不要在我身上多花功夫 就算一只千金 我也难与你动防花烛 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文明姑娘 我不是来享福的 我是来讨教的 四文明大为诧异 转过屏风 你怎知我真名 我不但知道姑娘名姓 还知道姑娘是世间少有的文好大才 我想考状元 我想做大官 我想做相公 还请姑娘收我 我三跪九扣 把四文明彻底给整不会了 所以你花了两千金 是想叫我辅导你功课 助你考上状元 你是不是在故意消遣农家 当然不是 我知姑娘身价贵 若是这点数修不够 我回家再去 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花魁 倒还不曾遇到过这种稀奇事 求你了 我又扶地大败 好吧 四文明把我扶了起来 我是最奴 可不敢受世子大理 你要学 我帮你看看就是了 从此以后 我每天在青楼挑灯夜读 众人只以为我在床上 把四文明降服 实际上是他用戒齿将我降服 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春围上我一举夺魁 被清点为状元 把和西比下去了 六 我高中状元 头一个去找四文明 他由衷地替我高兴 脸上又多了一丝哀伤 跟我走吧 你不该在这地方搓磨 四文明摇摇头 我是官记 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那就去我家 我懂世子心意 但我若跟了你 恐会连累你的声誉 我一聊跑百跪下了 我家里还有三个不成器的弟弟 需要你调教 四文明脸上风云变幻 所以你属我 当真只是为了给你家当私塾先生 你先在我家教书 等我疏通关节给你放粮 这样你就可以正大光明收徒开课 男女瘦瘦不轻 害得女娘都不出来上学 若能把你这样的才女 送去太学做祭酒 女子就都能考科举了 四文明听了一正 随即向我行了大礼 我以为你 只不过是个耐心点的恩客 将读书当作情趣 没想到你是真君子 我陪着四文明出门 正撞上何希 婴儿 跟我走吧 我考中探花 可以带你回家了 我牢牢牵住四文明的手 不能跟他走 前世 何希将他赎回去 让他与客人弹琴唱曲 甚至想将他送去信王床上 四文明宁死不从 最后抱着百宝箱飘了河 临走时请我为他写牌位 烧点香火 请我不要忘记他 何希高声道 顾小侯爷 两情相悦 可不是你强迫得了的 是啊 谁也强迫不了我 四文明微笑着看向我 顾小侯爷 咱们回家 何希万万没想到 考不过我也就算了 情场上也输给了我 为什么 就这么几天你就变心了吗 他甚至还每天晚上殴打你 传得惊中沸沸扬扬 难道你口中愿得有情郎 心里其实想攀顾家的高枝 四文明脸上风云变幻 随你怎么说 反正顾小侯爷 是我从未见过的好男人 当天晚上烧尾厌 童年都取笑我有不为人知的癖好 与四文明一个愿打 一个愿矮 我听得憋闷 外出吹风 何希追了出来 敢问顾小侯爷是哪里得罪了 似乎从一打仗面开始 就不惜我 我若那里做错了 还请小侯爷试下 夜风里 他纯凉无害地捶着眼 前世 我就是被他这副面貌给骗了 我瞎了口酒 勾勾手 想知道 富尔过来 何希毫无防备地靠近 我一脚把他踹下了金灵池 男人的身体还真好用啊 即使是我这样 手无腹肌之力的弱男子 兴起杀人 也能得手 我居高临下的欣赏 他在水中挣扎呼救 心满意足地离开 你有本事考中探花 但三郎我的心 可比做三娘时硬了不少呢 若是前世 听说要做寡妇 我一定哇哇大哭 现在 我要做的就是寡妇 可惜何希命硬 竟被路过的金无味给救了上来 叹花怎么会无缘无故摔下金灵池 我隐在人群背后 面无表情地等着他供出我的名字 然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却什么也没说 他眼里的情愫 让我毛骨悚然 气 从那以后 何希每日给我送小玩意儿 吃的 喝的 用的 全都是前世我喜欢的 他想起来了 他竟然想起来了 我儿果然英姿非凡 如此讨姑娘家喜欢 父亲举起桌上的玉蝴蝶 是哪位淑女落在你这儿的 要不要抬回来 这本是我们前世的定情信物 也不安贵 但英是他送的 我真知爱知 父亲便下架了我 原来 若姓别反一反 这一蝴蝶 只是个抬回来的 连名字都不配提的 女人匹配的东西罢了 不必 你已有了关身 又是状元 也该到了成家的时候 为父给你的一门好亲如何 不用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我遭过罪 我不信这个老货 今日我是嫡长子 是小侯爷 是状元狼 我言辞拒绝 他虽不爽 但咽下了这口气 很好 需要他日宴气时 老货也能如此听话 我开始练习不设 因为秋寿的日子 已经快要到了 正是在秋寿上 何惜救了公主 公主才一见钟情 要下嫁于他 让我网送了性命 这门婚事 我从前就不同意 现在 我依旧不同意 不一样的是 这次我手里有功 so 正中把心 随他想不想得起来 我是要将他们的婚事 搅得天翻地覆 八 我提前疏通了关系 秋寿时 亲自半嫁在公主近处 走到中途 果真遇到了猛虎 近卫一片混乱 我于人群之中 举起长弓 一见 正中虎眼 猛虎暴怒 低吼着冲我奔来 马儿发颠 把我甩下了马背 眼看血盆大口 越来越近 千钧一发之时 一道身影将我扑刀滚得击滚 避开了猛虎的獠牙 随即见语如林 将猛虎定成刺猬 三娘 何惜扶起了我 紧张地剥去我发上的浮草 我吓得贪软 任他抱住了我 心跳得很快 我是吓得 他是 我猛地回过神来 我攥着他的袖子 钱是你弄我弄时 我最爱攥他的袖子 因为我小时候走丢过 总是胆气害怕 何惜知道后说 只要我牵着他的衣袖 就不会再走三 我收手 可是一晚 他看到了 他不只是在救我 稍微咽后 他就怀疑我 之后的送礼 全都是在试探我 直到喊出三娘 令我做出如此女儿情态 他确定了 他确定我是谁 三娘 他气质一臨 轻轻搭上了我的颈后 扯了下我的发尾 好久不见 可是晚了 我们的背后 传来清冷低沉的声音 这件可是顾小侯也设的 何惜瞬间变色 那是公主走出车架 朝这里看来 只是这次 他看的是我 我抓起他的手腕扔开 起身拍了拍子袍 背着长弓 走到那女人面前跪下 拜见公主 我出生熏贵人家 手里之节 脸也长得不差 大概因为前世是女子 转世成男子 五官也过分清秀精致 公主看我半赏 少 过不了多久 京中传出风声 公主有意选我做驸马 果真谁救了她 她便嫁给谁 真可笑 相较于府中过年般的热闹 作为当事人的 我却十分冷漠 我派去和府的探子来报说 何惜的母亲上京了 还得了告命关身 我的这个婆婆呀 估计以为 她的好日子在后头 呵 我找上了她身边的丫鬟翠青 帮我去老夫人那边递个话 是成 我想办法给你找护好人家 翠青猛地抬起眼 真的 我像是会说谎的人吗 翠青是何家的奴婢 原本在老家给何旭当通房 安抚她挑灯夜赌的欲望 不过 何旭当上了官老爷 翠青的身份就不够看了 何家那个老伙磕待她 觉得她尚不得台面 一直叫她当奴作弊 姨娘都没台 到了二十五六岁也不放粮 就留在身边 日日伺候她 美其名曰用惯她了 我觉得奇怪 那老伙知道 她不要脸湿了身子 还能嫁给什么人去 她儿子要人暖床 转手就说是 别人家的女儿不要脸 莫老玉 就是这么个没皮没脸的贱人 翠青十分胆怯 我不能做对不起老夫人 少爷的事 那他们呢 他们可没少对不起你 何夕夜里在你身上谢雨 爬下来可有正眼瞧过你 更何况那老的 你在何家 一眼望得到头 等你老了 坐不动了 他们养你吗 翠青的眼睛像受伤的食草动物 我也不用你做什么 你只消去老夫人面前 狠狠骂我 叫说 公主原本主义的是少爷 而我不但抢了公主 还抢了花魁 我不但与他抢女人 还抢他状元的威粉 我顾小侯爷 仗势欺人 翠青不理解 但他会去做的 在温顺卑贱的女人 都想好好过日子 不想做牛做马 却孤单一生 死后葬在一份 只是连好好的日子 他们都过不上 要去争 我回头让家里 那个不成器的爹 开场赏花宴 请全帝都的薰贵夫人 还有公主 来我家看花吧 我爹没开眼笑 殊不知 好戏要开场了 就 莫老玉果然不出我所料 盛装打扮来了 看到我与公主站在一起 他便阴阳怪气 顾小侯爷果然男生女相 俊俏得很 何夕这个探花 该你来做 听说小侯爷 从小体弱多病教养着的 写个字都怕要累着 不知怎么 一下子高中状元了 你的意思是 主考官都有透题了 我气定神闲掀起了眼帘 磕场作弊可是大事 莫夫人说话前 最好讲点证据 否则可会连累何兄的前途 何夕已经赶来了 娘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莫老玉脸色一沉 老人家说两句罢了 这有什么 我这不正要给公主和小侯爷道喜吗 二位如此郎才女貌 再加上个婴儿姑娘 这侯府上千娇百妹的 可不比花好看 什么婴儿 公主竖起了耳朵 公主不知道吧 小侯爷可是个风流人物 尹德花魁娘子挤破了头 与她春宵一度 这婴儿姑娘更是私奔了来 被她交藏在侯府上 日后公主出将 还要与她姐妹相称呢 公主面沉如水 三郎 背后带着我的三个妹妹 前世 二妹妹进了宫 很快就在宫斗中被堵死 三妹妹远嫁和亲 这辈子都没有再见过面 音讯全无 四妹妹在我之后 被送给和熙 因和熙娶了公主 她只能作妾 我这个主母尚且如此 她又能好到哪里去 只是这回 妹妹们也都变做了弟弟 她们身上本就没有猥琐习气 又得了四文命调教 个个都是文静腼腆的秀琴儿郎 文命姑娘员是官宦人家的小姐 颇有才名 我得了她的指教 才一起绝尘得了魁首 请文命姑娘来我家 也是为了教育我几个不成器的弟弟 此番已在家中开了叔叔 足中子弟 都以文命姑娘为师 四文命献上美人图 听闻公主美貌绝伦 特做七夕拜月相 为公主祈福 公主欣赏了她的诗话 眉头舒展 姑娘大才 不输三郎 都是弟子像师父 哪有师父像弟子的 只是老师借助在侯府上 始终不成体统 她这重身份 我染血流言蜚语 倒也罢了 只怕辱没了老师 让人说 咱们遍经书生不识真佛 公主点点头 写了封首书 带去给经兆尹 即刻就将文命姑娘放凉去 四文命热泪盈眶 赢一拜 多谢殿下 她一直都想做个梁家子 何夕始终都没有给她 在青楼里 她千人其万人跨 到了何家 依旧要出卖色相 为何夕正前程 直到最后 依旧是官妻贱奴 连个牌位都入不得何家祠堂 没想到 她想要的 终是公主给了 公主拉着她的手道 机会教书 便见个书院如何 而老门又不缺夫子 倒是娘子们想读书 都没个去处 我有处清静的庄园闲置着 正好给你开书院 萧萧书院开门的那天 我心中五味杂陈 但还远远不够 何夕只是不放她母亲 出来丢人罢了 怎么抵得上 我在她手里受的罪 我不要天把火 叫她把这身告命 拖下来才成 十 翠青还在莫老玉面前 不断煽风点火 她说 自赏花艳后 我不断狗杖人士打压何夕 让她官徒不畅 把莫老玉气得半死 就没有办法搞死 那个小白脸吗 若驸马是咱们少爷 哭小侯爷 又有什么可惧怕的 莫老玉果然上当了 公主在尊贵 也不过是个富道人家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只削让她来和服 小住一晚 生米煮成熟饭 还怕她不对我而俯手提二 因公主常去 萧香书院探望四文明 莫老玉拆了人 半途截了公主的车马 还没到和服 就被我拦下 天子震怒 光天化日截杀公主 当即就要灭她九族 莫夫人必定是想请公主 前去和服喝茶 只是刚来京中 不知怎么递铁子罢了 虽然做得急躁 到底心事好的 我淡淡把这事摁下 皇帝回过神来 知道不能按截到半 在她心中 公主虽然尊贵 但毕竟是个富道人家 天子地基 也怕明节受损 只是莫老夫人 对待奴婢十分苛刻 不但到了年纪不放假 好像还打死过一两个 如此不辞 按照本朝形统 当发配去做承担 皇帝十分满意 便按我的提议 随便寻了个由头 把莫老玉丢进了牢里 当然 她确实打杀过奴婢 因那奴婢长得漂亮 她怀疑她勾引她宝贝儿子 翠卿哭着告诉我的 莫老玉的告命 自然是没有了 还发配去承交做承担 过了半年 何夕出城 我遥遥跟在她后头 眼见她拿着碗药 走向了她的母亲 莫老玉腹中高高隆起 她最爱斥责年轻女子 勾引汉子 是不要脸的贱货 这次她在城郊工地上 想来也勾引了不少汉子吧 老家还替你立了针结牌坊 你怎么敢 你是个寡妇 你这样如何对得起父亲 对得起我 何夕低声嘶吼 不是我 不是我 是他们 工地上都是低贱 而身强力壮的罪犯 没有消遣 即可着女人 她甚至不知道 自己的孩子是谁的 事已至此 快喝了这药 何夕抓着她娘的下巴 给她强灌下去 一如前世 莫老玉强灌我 我当时已有生孕 公主赐下毒药 我求她 求她看在腹中 孩子的份上放我一马 她却笑 哪个女人不会下载 何夕的嫡长子 得是天子的亲外孙 轮不到你 被毒死真的好痛了 现在轮到她了 等何夕走了 我从阴影中现身 躲到她身边 居高临下俯视着她 嘴边吐出大片大片的血块 原来我死的时候 也这般丑 是你 她抽搐着说 是我 母亲 我挑高了唇角 望着这个前世 我费尽心机讨好 把她当作 亲生母亲奉养的女人 她不知道 我为什么这么喊她 但她恨我 是你在打胎药里下了毒 你以为何夕想你活着吗 你让她丢尽了颜面 还差点被猪九族 她的前途全毁了 你最喜爱的儿子 比谁都想要你的命呢 莫老玉不再挣扎了 眼角留下一道青泪 莫容容 你觉得你生了个儿子 把她培养成才 媳妇熬成了婆 你就从此高枕无忧 当上爹了 熬不出头的 新媳妇 老婆婆 真洁的 不真的 都不过是走在钢丝上 行差踏错一步 就是万丈深渊 你我同是女人 死起来太容易了 我茉莉良久 抬手合上了她的眼 下一个 该轮到谁了 十一 陛下终究是把公主许配给了我 迎亲那日 何夕喝醉了 跑到我门前闹 三娘 别娶她 她拽下我的领子 眼里蓄着泪 我心里有你 一直都有你 我漫不经心勾起唇角 要我说 当了男人以后 我体会最深的一桩事 便是男人的心 不值钱 你瞧 我一出生 便闲着金汤池 父亲母亲都把我当作眼珠子疼 我打个喷嚏 整个喉腑都要震一震 长大了 又是官身 状元出身的汉林 所见全都是烈火烹油 锦上添花 有多少人爱慕我 我起码上朝 都是智国营车 我拥有的这么多 你何希何德何能 觉得你捧出一颗真心 我便会感动落泪 我打碎了他手里的玉蝴蝶 一脚撵了上去 男人心狠 特别是我是这样的权贵 我们可惯会糟蹋东西了 何希猛地抬起眼 那你糟蹋我 什么 我愿意侍奉你 他逼近我 呼吸粗重 今夜我们洞房 好不好 我想你了 我往后一仰 你发的什么癫 到现在还觉得 我会跟你上床 我摇了摇头 为男人的惊虫上脑身感不安 临走前 他拽住我的袖子 小心公主 别忘了他自你毒酒 我冷冷俯开他的手 忘不了 当夜我没有入洞房 公主差人问我 我道 何汉林今日来府前拜会 我瞧他对公主余情未了 我虽上主 但不想卷入三个人的纷争里 我们还是各自先静静为好 正愁找不到借口 何希这么一闹 我刚好可以全部怪罪给公主 也让他尝尝独守空房的滋味 前世 他早在出将之前 便与何希有染 何希疏远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一夜夜的空等 现在轮到他了 十二 又一月 公主到大象国寺祈福 大象国寺鱼龙混杂 是个下手的好地方 趁他唱经 我在他茶水里下了毒 届时嫁祸到何希头上 便是何希苦练不成 品而走险 做完准备 我将何希约了出来 他必得到过这里 才好背这个锅 不想何希一眼 便看破了我要做什么 三娘 你疯了 那可是公主 公主命便贵些 毒不得了 送他下去陪你 做对亡命鸳鸯 岂不美哉 何希拽着我便走 你做什么 找个没人地方 把你捆起来 外人看着便是驸马毒害公主 事情暴露 消失无踪 我一脚踹在他颈骨上 我现在可不是娇滴滴的女郎 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何希也不再让我 我俩大打出手 最后到底是我这个 从小到大的病秧子落败 被他推下了山崖 该死 他又要死一遍了 十三 迷惘间我梦见了公主 她还是个小女孩 在御花园里哭泣 手上捧着个 奄奄一息的蝴蝶 奇怪 我怎么会梦到她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 是稚嫩的少女声 你是哪家的小孩 为什么在宫里哭 你这样被贵人瞧见了 可是要挨罚的 哥哥们把我的蝴蝶踩死了 奶娘非但不救 还要把她给扔了 公主伤心得很 我找了点蜜水给蝴蝶 可蝴蝶还是死了 我又找来针 将蝴蝶粘在纸上 做成了标本 裱起来 这样你就可以拿回去了 姐姐你真好 公主仰起脸 眼睛亮晶晶的 姐姐你叫什么 我为自己的名字感到羞耻 顾大娘子 我是顾大娘子 姐姐能常来宫里陪我吗 哥哥们都坏得很 他们欺负我 母后和奶娘都只让我守规矩 我不想同他们玩 我敷衍的笑了一声 我有空便来 然而宫里是什么 想来就能来的地方吗 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画面一转 我瞧见长大了的公主 做着一只玉蝴蝶 公主该歇息了 明日是顾姐姐生辰 我总得送到她手上 我瞧着那不甚精致的铜面 心中猛的一跳 这东西是公主送来的 不是何希 前世 我正是瞧见这东西 做得却真心 才以何希为良人 难道我一直都弄错了 我瞧着公主面前 一整墙的蝴蝶标本 心跳如雷 画面又一转 转到我死去的堂屋 大门打开 凤关峡配的公主扑进来 但我的身体早已冰凉 你为什么不等等我 她低声问 女使们鱼灌而入 送进水银与针线 她轻轻擦干净 我脸上的血污 直起了针线 眼里涌动着漆黑的偏执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姐姐 这是真的吗 玉蝴蝶是公主送的 最后为我收敛 失身的也是公主 我却阴差阳错 嫁给了何希 这一切太过混乱 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正对上一双青润的眼 三郎 公主低声唤道 十四 我不见了以后 公主把大象国寺 翻了个底朝天 没寻见我的人 就下山来 一人深入悬崖 终于找到了昏迷的我 你怎么会摔下来 我心乱如麻 不知该说什么 难道说 我想把你堵死嫁祸何希 结果反被何希推下来了 派进军下来也就罢了 你怎么下来了 我担心你 公主垂了眼 为了方便 她穿了展秀奇装 绣件上文振云海文 格外阴气 也格外内敛 我一直奇怪 我只不过是秋寿中 无意间救过公主一次 怎配公主如此亲眼相待 我瞧公主伸手 当时没有我 也躲得过吧 公主的脸红了 你不记得小时候的事了 我心中一动 想起那个梦 你是说 我帮你制作蝴蝶标本仪式 嗯 公主眼神闪烁 我那时便知道 三郎是最温柔的人 我沉默了 前世今生 不管男女 我拒进了宫 与公主有过一面之缘 难道她之前嫁给何希 不是因为她救了她 而是因为她想来找我 我进不去宫里 她也出不得宫来 所以她明知何希有妻事 还要嫁给她 是为了 我脑中电光石火 却见公主掏出水袋 想要饮水 等等 水里有毒 但等我抢过来 却闻到一股浓烈的酒味 这里头是什么 是我灌喝的酒 公主不好意思道 我这才闻到 她身上有淡淡的酒气 你灌喝酒 她抬起波光淋淋的眼睛 你不理我 我心里苦闷 便习惯以酒浇愁 我听闻 第一反应竟是松了口气 还好她是个酒鬼 不然恐怕现在早死了 我没你想得那么好 我知你心肠好 救了很多人 小河 文明姑娘 和府上的翠青 他们都喜欢你 你打哪看出来的 没有 她缓慢地眨了眨眼睛 那我可以冒昧 问你一个问题吗 我已经感觉到冒昧了 你是不是喜欢男人 我看你和何希 休要胡言乱语 简直恶心透顶 一想起连定情信物都搞错了 我就恨不能把前世的我拍晕 让她好好动动脑子 冷不丁 公主凑到我跟前 略带酒味的呼吸 浮过我耳边 既不喜欢他们 也不喜欢男人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 同我同床共枕 我知道早晚会直面这个问题 无所畏惧到 殿下恕罪 我其实不能忍到 是吗 话音刚落 休长的手指就把我捉住了 她轻笑一声 看起来不像 我万万没想到 袁明月是如此大胆的女子 她看了眼满手的脏污 冲我淡淡一笑 这不是能用吗 看我脸色不对 她眼前一亮 莫非 三郎还是厨子 并不懂男女之师 你不要再过来了 我退无可退 我知道 我懂 可我并不能 并不能接受 我现在是男的 要把那丑玩意儿 插到别人身体里去 我是真正的 男儿身 女儿心 袁明月擦干净了手 轻轻扶了把我的脸 红着脸道 三郎若害羞 我可以再上位 什么 那是什么东西 她在说什么胡话 虽说她这般打扮 确实修长挺拔 阴气逼人 但是 她二话不说 解开我的腰带 蒙住了我的眼睛 别动 黑暗里 我被挑起了下巴 我会让你 很舒服的 十五 袁明月 嗯 你哪学的 宫里嬷嬷嬌的 那你可真是天赋异禀 三郎喜欢吗 天色上早 我觉得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你难道不知道 我的腰有多酸吗 对不起 那我可以抱你一会儿吗 三郎 三郎 你别叫了 那你叫我什么 殿下 呼吸一瞬凌乱 袁明月 我只是叫了一声殿下 你发哪门子疯 好哥哥 再多叫几声 躺在袁明月怀里 我想 前世那杯毒酒 必不是这个女人赐给我的 恐怕那天 她满脑子只剩下 要跟我动房 那真正的凶手 只剩下一个人了 十六 如莫蓉蓉所愿 我开始四处给何希下半子 当何希看我与袁明月 复唱复随 她就意识到 我已经知道了一切 那杯毒酒 根本就是她给我的 却假借袁明月的名义 经由莫蓉蓉的手 她看到我做了小侯爷 怕了 想和水东饮 但没想到 她污蔑了一个 最不可能害我的人 此时我是侯府世子 汉林清流 她不敢与我硬碰硬 就投了左向做靠山 左向是我父亲的劲敌 父亲急得团团转 那个何希简直邪门 怎么知道我这么多阴私 当然是你自己告诉她的呀 我的老父亲 外嫁的女儿就是别人家的人 可女婿却是半个儿呢 你当日怎样扶持的何希 今日就怎样变成扎向你的刀 圣上对我已有不满 若是她再参上一本 还不知会怎样 北地刚经过战乱 父亲不如自请外放做安抚史 既能为圣上分忧 又能攒点功勋 堵住何希一挡的嘴 父亲听了我的话 自请外放 他虽混账 但尾时做出了点成绩 在她凯旋之际 我悄然出城 赢上了她的队伍 父亲如今功高 虽解了酒夜之患 但他日必会成陛下心腹大患 这又怎么办 若是父亲死在凯旋途中 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拔出了刀 父亲为国捐躯 以前就是有再多不适 陛下也不会追究 毕竟死者为大 这样 我们整个顾家就得以保全 镊子 你让我去死 这是为了整个家族 做出的必要牺牲 我说出了这句她最爱的台词 我被何家戳磨致死 那是家族荣耀 即使死在深宫 也值得在家谱中大书特殊 三妹妹远嫁和亲 更是有了公主的身份 只要圣上天伦和乐 她这个做臣子的 怎么能腾惜自己的骨肉亲情呢 四妹妹给人当妾 更是笼络住了前女婿 新驸马 给她仕途上助力良多 整个家族就是她一人 她吸干了大家的血 平不清云 再把这份权位传给下一个男人 前世是顾修蒙 这一事吗 父亲 你活着只会拖累整个家族 不如让出位置杆 让儿早早当上家主 儿是驸马 再袭了二品侯爵 若还加上一个为国捐躯的父亲 儿都不敢想 咱们顾家会有多显赫 父亲不是最爱儿的吗 难道都是说书而已 为了儿 为了子孙后代 父亲难道就不能 早早家和西去吗 孽障 父亲打碎了所有的东西 你这是师父 难不成你杀的女儿还少吗 我只起身 对着疑惑的父亲 制出了那把匕首 你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我只是来告诉你一声 又不是来与你商量 吵这么大声 难道体面吗 背后 火光四起 我夺出营杖 把他一人锁在里头 对着熊熊烈火视而不见 就像当初我一次次跑回家中 跪下求他 他所做的那样 我赏着日出 听他哀嚎大哭 最后没了声息 烧死可不好受 父子一场 我给他留了匕首 这就是儿子的孝道 父亲过世后 我捧翻摔盆 狠狠哭了一场 随即将和西告到了圣上面前 让他偿命 因为经过我的调查 那天晚上是和西派人放了火 左向一派 怕我父亲攻高 先下手为强 和西又是他的急先锋 再辩驳也没有用 下了大理寺 我去见他的时候 他早已血迹斑斑 十七 我真没想到 你的心这么狠 你连老侯爷都 无毒不丈夫 我一身非衣 腰缠玉带 披着厚重的悬色斗篷 脸埋在雪白的虎毛里 比冬天更冷酷 他眼里倒影的 终于不是那个柔弱可欺 满脑子情爱的三娘 而是戎南郡王 他可怕的政敌 他面露恐惧 但还是冲我嘶吼 你也不怕遭报应 我只是学了你们的样 我歪了脑袋 你一个白身 再是状元 也爬不到高位 你明白 所以你先是娶了我 又上了公主 除此之外 你身后还有个守了半辈子寡 为你三千的莫荣荣 一个在寒夜里 给你谢欲的翠青 哦对了 还有四文命 四文命给刚到京中的 你很多帮助 你还把它送去 给各位前辈享用 给你升千攒资本 这才有了后头的 合手符合大人 对不对 若不是我拦着你 左相也要把女儿 嫁给你呢 我拿靴间抬起他的脸 真是个坠续的命 我父亲跟你也没什么差 我们四个姐妹 全给他 给顾修蒙 做了垫脚石 你们这些臭男人啊 惯合女人的血自肥 到现在 反倒做出一副正义的模样 怎么毒死我的时候 你不心疼 四文命跳河的时候 你不心疼 翠青头糊的时候 你不心疼 我们就该死是吗 何夕喘着粗气道 从来便是这样 你倒反天罡 是啊 我懒懒往以背上一靠 偏要杀光 你们这些杜虫一样的狗男人 但你也成了我们 何夕低笑起来 他笑得我不是 我皱着没离开 再给他五十鞭子 他们说 何夕抽完鞭子就死了 我发现我是真的不在意了 我刚上任金赵尹 主政京城 有忙不完的公务 父亲心死 家宅也动荡 不过好在 一切都挺过来了 开春的时候 明月开始主持中馈 四文命的学堂 招收了新一批学生 小赫给明月打下手 他打算盘有一手 把铺子经营得井井有条 翠青嫁了个喜欢的小年轻 两夫妻一起在学堂里办公 母亲做了寡妇 但是她却不再绷着了 吃斋念佛 到处串门 比父亲在世时还高兴些 你是侯爷 自然比你父亲是侯爷好 他意味深长道 那些个姨娘 再也不敢闹到我前头 我想了想 给姨娘分了房产田地 把他们都送出宅子 要改嫁就改嫁 我给你们添妆 看着他们欣喜莫名的眼神 我想 我终于找到了 不变成他们的办法 不破 不利 我曾破了他们的道法 现在 该立我自己的道筒了 十八 我在经兆尹的位置上 干了八年 放凉了八成的官妓 我曾遭到举朝弹劾 因为官妓的卖身前 是国朝的税金 我一个人顶住了所有的压力 汴京城不需要女子卖身交税 我查了世家大族的影田影集 让国库比之前更加充盈 圣上以我为贤婿 我进了内阁 在扯皮中将此政令推向全国 除此以外 我推动了女学并入国子建 最早一批女尚书 在我四十岁上入宫 虽则只是在内书堂抄书 但满堂飞衣里 从此有了女子 宫里的京婷 也请了四文命卫皇子们讲学 我当政的几十年里 女子们不缠足 不负面 公主尚且起码外出 女子上街一时未为风潮 但恨我的人也有很多 我动了世家的田 放凉了美丽的官妓 刺客不断 有天上朝 他们终于在猪雀大街上得手了 死亡的疼痛再度袭来 真疼啊 下辈子是做男人 还是做女人呢 我不禁想 做男人固然好 我还是那个我 只是变了个性别 变灯堂拜相 过了花团紧簇的一生 但 因为做女人很困难 便不去做了吗 天下人都这么想 那这天下早该亡了 我这样跟懦夫又有什么区别 女子们的哭叫声传来 我听见明月的 文明的 我死了 他们会怎样呢 我做的这一切 是否有意义呢 我在满腹疑问中沉沉睡去 十九 中章 姐姐 姐姐醒醒 修贺怎么又睡着了 我听见母亲的声音 你是大姐 带头睡觉 妹妹们都看你的样子怎么办 我看你们以后 考成什么鬼样子 文明老师不罚你 我被推醒了 在学堂里 我看着几个拿着书卷的妹妹 又看看奖金台上的四文明 下意识摸了摸胸口 女的 干什么呢 母亲拽下我的手 皇太女殿下来了 还这么没规没矩的 赶紧去别让殿下等着 皇太女 谁 我满腹疑问地走出学堂 看到春风里 袁明月长身玉丽 站在桃花下 看灯去吗 她红着脸 塞给我一个冰凉的东西 那是一只玉蝴蝶 我突然一阵哽咽 原来真的有意义 你说什么 我将玉蝴蝶扣在发际上 牵住她的手 走了 还有好远的路要走呢 两世求来的今朝 不要浪费好春光了